剛剛委員提到有關地下水域的分佈 在11月1號初審第二次會議記錄之後 我們有個答覆書面資料 那個資料裡面我們詳細說明 每一個地下水域的高層 在那個資料還有11月7號的簡報資料裡面有提到 剛剛委員提到五塔隧道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在我們的補充資料裡面有提 就是我們這一邊的變質延區 它最主要的地下水危害是來自於斷層破睡袋 所以五塔隧道那個地方 並沒有主要的影響斷層破睡袋 而且我們的斷層都不是活動斷層 就在這邊先做個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的估算都是以斷層破睡袋 幾個主要的影響我們東澳隧道的觀音 還有古風還有這個中仁 幾個主要的這些斷層來做分析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是的 你 麻煩跟他们讲一下 那个委员没有用麦克风 听不到 刚委员 不是 你要跟他讲 他们会跟他联络 就出去跟他讲一下 那个服务台跟他讲一下 这边我来做个说明 这张剖灭图 其实就是新永村隧道 发生灾害之后 我们在2003年 有召开一个研讨会 这是东海县新永村隧道 发生灾害 其实它的位置 发生灾害并不是因为 这个片野 黑色片野 黑色片野的问题 而是因为大理沿脉的问题 是因为大理沿脉造成 所以当初在雪线的规划上面 这个是旧北回 这是新北回 就是东改县 这是我们现在本计划的路线 就是因为在西侧有一个 很高的水压 会沿着这个大理沿脉 一直到我们的路线 所以当初在雪线的时候 希望说避开这个花生 新永村隧道 每分钟80吋 瞬间最大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移到另外的地方 移到东侧 但是在东侧的地方 也有一个断层密集带 所以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有下一张这个剖面图 就看到 这个大理沿脉在新永村这个位置 会吸引了大量的泳水 而在东侧的部分 有一个断层密集带 所以在这个局限的 这么困难的地质条件之下 我们希望用减量 尽量让灾害发生 最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移到永村隧道 以东 来做一个避开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尽量 以避开的方式 再接着以减轻的方式 来解决涌水的问题 这样子的回答 不晓妇员是不是了解 是 你的文字 是 黑色跟绿色交接的 这个应该是做图上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我们现在这个图上画是简报图 这个位置是在黑色片野里面 并不是在交接待 这是一个纵向的 是整个是固设在黑色片野里面 这个是个纵向的图 现在是规划阶段 现在是规划阶段 所以我们必须在西部设计阶段的时候 会有更详细的距离 请问你有什么个服务台奖 请他们跟他委员提醒一下 有 评认一下 那个柯委员的关系问题 对 就是说 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原理的部分 一个是失职的部分 就是原理部分 现在就会要 或者我们其他委员还没有意见 就是原理 就是所谓原理是说 你避开这个乱的地方 以及压力最大的 然后它要设在这个片野里面的话 但片野不能够在这个交接的点 对不对 我想这是原理吧 是 是 这可以接手的原理 对 那个图示这样画的表现 就让人家看到 感觉你会放到 放回这个界面里面去 第二个就是说 这件事为什么要等到细色才能确定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这些补充说明 其实在2003年的研讨会里面 这对西洋水隧道的 那个发生油水机制 已经很确认了 那我们现在在细色阶段 只是说 我要把我这个减轻对策 我要剩下这个油水量没有估算 要把这个导牌导牌掉 我所要的工程设施 我的尺寸 我的项目数量 要作为花宝文件 我所谓是 说明是在细色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当然细色阶段还有另外的调查资料 这些资料都可以做我们在估算 这个工程的项目设施的数量上面 各准确的依据 第二个问题我想留很关心 就是水资源的影响 跟怎么去不救的问题 你刚才有没有在做说明 刚才我想大家在关心的是说 这一个设的位置 跟搜的 也许在图示的位置 这个让大家有一点误解说 明明那个在交错的地方 是不安全的 就是把这个图画在那个地方 我想这个在细部设计的时候 当然它会进一步的精准的 把它落在 像刚才所要落的那个 所谓的黑色片岩的这个位置上 我想这个是 这样的话就会 跟它原来所想的是一样 但是那确定的位置 比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交错的位置多远 那我想在细色的时候 它应该会去详细的这个考量 我请博中 谢谢大家